嗨,歡迎來到素我直言,我是素哥 想必大家已經很久沒聽到伺服器相關的主題了 之前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視頻上很多產品,我到底是要選擇伺服器 NAS 雲端運算平台,像AWS、Agile、Google Cloud Platform這類的 還是雲端儲存空間,像Dropbox、Google Drive 還有像是OneDrive這樣的選擇 這其實是一個蠻深的學問 有簡單的選擇法,也有比較複雜的分析方法 我們這裡幫大家整理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那就是需求面 你第一個要考慮的就是你的需求是什麼 我這裡幫大家用我自己獨門的方式整理了三種分類 第一個是個人家庭 第二個類別是公司 第三個類別是服務應用 這三種類別主要是依據你的使用量 從少到多 你去再做決定說哪一種工具比較適合你 你的使用量比較少 那你可以先從雲端硬碟開始 再考量NAS到伺服器 甚至到雲端預算平台 那第一個類別個人家庭的話 我舉第一種情況 比如說你是個人家庭 你有很多的檔案 你想輕易的 簡單的收集 可能是照片、影片啊 可是你的數量 其實不多 可能500 可能到兩、三千 這樣沒有很多的情況下 其實你選擇雲端硬碟 就像是Google Drive Dropbox OneDrive 這類型 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像Google Drive 你可能一個月 只要花90塊 就有200GB 免費的本身 也有15GB 是還蠻夠用的 那如果說你想要更 更多的檔案 那你還有更多的付費選擇 那這是大家可以考慮的 不過它缺點就是因為它下載 會根據你的網路速度 那你可能有很多檔案 那有很大量 很大的檔案的時候 那你就會下載比較久 是它的一個小小缺點 那在 這個類型的第二種情況就是 你同樣是 你可能是個家庭 或個人 那有很多的照片 檔案 影片 但是你數量可能超級多 可能 500 甚至 上千到上萬 可能兩、三萬 不到 大概這樣的 Range 那其實可以考慮使用的是 NAS NAS本身就是你內網存取下載 讀取都很快 然後 有 備份 就相當的安全 資料也比較不容易不見 這是大家可以考慮的一部分 再來 第三種情況是 如果你是喜好攝影的玩家 那你可能就有大量照片嘛 這時候你需要的是NAS 因為 NAS本身有很大的儲存貢獻 當你攝影玩家 有很多大量照片 尤其是 弱檔 弱檔這種檔案都很大 那你很多的情況下 你需要很大的儲存貢獻 NAS 不僅幫你保存大量檔案 也可以幫你備份 就不用擔心你的這些 珍貴的照片補件 你可以快速的 編修這些檔案 再來 第四種 第四種的情況 我會認為是 像個人語音工作室 或像我們這樣的YouTuber 你就會去喊NAS 因為通常 影像檔案 4K的檔案都蠻大的 那 你如果有一個 10G的NAS 你可以快速的存取 這樣大量檔案 然後又有幫你備份 在這種你可以快速備份 含有大量檔案 要給快速存取的情況下 NAS 就是你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 以上這是 第一種類別 個人家庭的 部分 再來呢 第二個分類是公司 那 公司這個分類 第一種情況 如果是 5到15人的 這種小型辦公室 那作為檔案存取 你會需要的是 NAS NAS可以方便你快速存取 又安全又幫你備份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再來 第二種情況 你可能去中小型的辦公室 大概50人到500人 1000人左右 那你可能只做檔案的檔案收集 NAS這時候你可能需要一台小型的桌上提伺服器 或者是NAS 因為除了檔案儲存收集方便存取之外 安全性 也是相對蠻重要的 接下來第三種情況 你可能去 中小型的辦公室50人到500人到1000人左右 除了檔案收集之外 你可能有網站資料庫 會有很多客人 連進來你的網站 這時候 你就要考慮是買一台伺服器 或者是架設在 雲端運算平台 像AWS COOCLOB 或者是 Ager之類的雲端運算平台 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除了資料儲存 與安全性之外 像是ERPC 你可能會有大量資料的 進出運算 再加上 你可能是有資料庫 或有大量的客戶連進來 除了穩定性之外 你也需要 系統可以承載 這樣大量的容量 也系統不會 中斷 那 以上這個是第二種的分類 公司這個分類 那接下來 大概就是跟大家講的 第三種分類 就是 服務應用類 這個類別呢 因為使用量比較大 主要是會從 伺服器 或雲端 雲端運算平台 這兩個去做選擇 那我們以下會舉出幾個情況 讓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種情況 你可能想要建議 購物下單的網站 這時候 你最需要的是 伺服器 或者是架設在 雲端運算平台 像 AWS Google Cloud 或者 Adroid 這類的平台 那主要是 因為除了儲存資料之外 你還有安全性 要考量 那再來就是 你要承載大量流量 所以你需要可以 承受大量流量 這種穩定性的一個機器 那再來 第二種就是 你可能要做的是 像 影音串聯平台 那這種影音串聯平台 你可能會需要 承載大量的流量 那除了很大的 安全性之外 你還考量 因為影音打案 其實都蠻大的 所以伺服器 跟雲端運算平台 是你一個 可以考慮的好選擇 第三種情形 如果你想要 架設 教學平台 那有可能 有很多 預期未來 有很多的學生 那這時候我還是建議 你可以買台 伺服器 或者是加設在 雲端運算平台 像Google Cloud A19 AWS 這類的平台 因為你 可能有很大量的學生 你要參與的網站 你可能也有 線上 語音互動 這樣的課程 即時的互動 需要大量流量 再加上是穩定性 加上你可能很多的 不同的服務 你有 測驗啊 各種的投票 不同的活動 那這時候你需要 承載這樣大量的 資料的流量 再來呢 你可能是要 做這種大數據運算 這種的話 肯定才是伺服器 或者是 架設在雲端運算平台 AWS Google Cloud 這一類的 因為你需要的是 穩定性 還有 效能 大量效能 因為你可能有大量的資料 就要運算 再來 第五種情況 你如果想要 架設 像UberEat Airbnb 這種互動性極高的社交平台 那你還是會需要一台伺服器 或者是架設在 雲端運算平台 像AWS Google Cloud A9 這類的雲端運算平台 那最主要是你除了 有大量的資料 你要 大量的流量 你要穩定性嘛 那再來就是 相對很重要的需要 是安全性 最後 至於我到底是要選擇伺服器 或是雲端運算平台 這必須要取決於你的維護成本 你是否有能力可以長時間維護伺服器 因為一般伺服器你會需要 架設虛擬機 還有 OS作為形容 加上不同軟體 可能有資料庫 以及備份的工具 那你還要定時去更新你的設備嘛 那你還要付出水電費 以及各種設施維護費 如果你只是初期營運的話 我建議還是可能 架設在這個雲端運算平台 因為 你可能想要升級 CPU 記憶體 甚至儲存供電 你可以隨時想升級就升級 也比較有團性嘛 那以上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分碼 詳細的判斷分析 還是需要 專業的評估 根據你的吸收面 去做調整 因地質疑 那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未來有機會 我也會跟大家詳細說明 這些比較細節的 判斷方式 那如果有興趣的 各位也幫忙 訂閱按讚 分享 謝謝大家